本期又是一期多人创造模式 玩家与老爸和老六耗时10个小时 搭建了属于他们的假日主题乐园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先让我们跟随着玩家的视野 聆听着这动感律动的电子音乐 去参观一下他们的主题乐园 渐渐的随着音乐声越来越小 突然消息狂传来了老爸一条消息 他说他在建筑内发现了一个新的玩家身影 玩家和老六听后很不可思议 这是他们三个人的福气 怎么会有第四位玩家 于是二人赶快赶到了老爸所处的位置 老爸对玩家二人说 他刚刚就看到那个身影站在床上 接下来老爸的行为开始变得诡异 他不再回复玩家二人的消息 并且静止地跑出了房间 老六和玩家赶快追了出去 接下来这一幕迷之操作 让玩家和老六更是琢磨不透 只见老爸开始放置TNT 对他们搭建的建筑开始破坏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老爸突然就变得如此暴躁 老六警告老爸 如果再这样 就将他提出福气 可老爸依然不为所动 还在肆意妄为地破坏着 他们三人搭建的主题乐园 并且不断地用TNT和演讲搞破坏 玩家实在忍不了了 将老爸提了出去 大约五分钟后 系统提示老爸被绊了 老六感觉老爸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玩家人很无奈 他们只能默默地对服务器进行修复 索性他们是创造模式 修复起来很快 这要是生存模式 这得修复到猴年马月去了 就在玩家静止静业地修复着服务器时 突然消息狂传来了老六急切的消息 他让玩家赶快过来 他刚才也发现了一个身影 玩家赶过来后 一番环视 并没有在这里看到有第三个身影出现 只不过老六开始不说话了 似乎跟老爸一样 行为开始变得诡异 似乎被催眠了一样 玩家打他 他都不做出反应 接着老六也开始搞起了破坏 玩家彻底崩溃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老爸和老六故意商量好整复自己的吗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服务器可是他们三个辛辛苦苦一点点搭建起来的 玩家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只能先将老六踢了出去 接着便开始再次修复服务器 节目刚刚到预警 请评评各位胆小玩家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大约修复了五分钟左右 游戏天色已进入了黑夜 他正打算进建筑内看看 可一个回头的功夫 建筑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 快速闪过 玩家很确定那像是一个玩家的身影 他立即追了过去 游戏气氛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玩家对住所内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 一番排查后 并没有找到那个黑色的身影 玩家决定飘在空中 这样可以对整个建筑不同楼层进行观察 果不其然 他透过一个楼层的窗户 再次看到了那个黑色身影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地追了进去 又是一番胆战心惊的搜寻 最终玩家找到了那个神秘的身影 这是一个黑色外观 但是头部像是一个催眠方块所成的实体 见到玩家发现了它 它便开始直视玩家 接着玩家也开始变得呆弱目击 大约两分钟后 玩家的游戏人物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拿出了TNT 开始对服务器进行破坏 并且还会自动在消息框打出 Progress 屏幕前的英语学霸应该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吧 知道的请给不知道的翻译一下 在视频的结尾 这位催眠大师要玩家交出他的MC账号 而玩家竟真的开始在消息框输入自己的用户名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